在台湾之后的第一次公开的场合出席 基本上看到大家很开心 因为前九个月都在拍戏 然后很开心在这么特别的日子 刚好是白色情人节 可以有公开的活动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很开心 Promax的邀请 然后可以跟这么棒的品牌 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是我觉得今天这边有1.3月14号 是白色情人节是最适合王子的节日了 那今天呢特别回来台湾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就是文创的文艺的产品 可以跟工艺结合 因为基本上我们可能衣食无缺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有做品牌 有一些收入我会 比如说流浪动物之家 或是弱势团体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一个抛砖影域 比如说现场的歌迷 然后也可以发挥很多爱心 然后日行一散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对 因为毕竟工作很忙 现在没有办法就都亲身去做工艺 都亲自去帮 两面就是它如果打开它可以变得正式 对 就是两面用就是你可以不同搭配 是 所以我觉得能够接到Promax的邀请 我觉得跟时尚潮流有集合 我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跟以往拍戏或者是唱歌比较不一样 是 而且我觉得 就像刚才王子讲的 你现在穿着衣素 就可以搭配一个很亮点的包包 就有一个亮点在 就是变成说它实用性很强 对 我觉得现在设计师真的 不愿是专业的设计师 有讲到这个实用性这一块 我觉得有时候啊 设计或艺术如果做的太有距离感的话 真的就是大家可以跟他也接受 可以去做设计师 希望大众也都能喜欢它 对 设计师也是很可以搭配的一个颜色 对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更夏天一点 搭配蓝色 白色T恤就很好看 对 然后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 Promax都很贴心 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所以打开里面 就会有 玫瑰花 也太贴心了吧 对呢 因为今天是3月14 白色情人节 打开就会有白色玫瑰花 如果你是中秋节 打开可能就有月比 打开 对 说起来 那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日子 然后我知道 其实我的歌迷朋友 其实都是学生 然后今天其实是上课的日子 所以有一些歌迷朋友呢 还是尽全力来支持我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梅瑰花 挑一位现场的朋友 送他们 天啊 你要怎么挑 你真的要自己挑 要选好 选到的人可能会变人民工 对 我出一个问题 就是 好的 如果回答对了 我就把这个花送给他 好的 所以现在叫 举手 举手快 对 那我出的问题有点困难 自由多困难 所以要一天 来参加一个非常棒的设计的品牌 的包包是什么 如果知道的话 你说包款吗 包包的名字 包包的名字 就差不多好像是六个英文字吧 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真的超难 对 看看有谁 那我们数到三好了 好 我数到三 看哪一边举手快就是谁 好 准备了 然后我就送他 直接送没过他 就当我一日清的好了 哇 这也太好了 好 那你数 你选 你选 真的 一二四 四 不要紧张 一二三 谁比较早来 谁比较早来